歡迎光臨 黑機器的道路前方突然傳出爆炸 巨大火光 瞬間照亮夜空 爆炸當時還傳出巨大聲響 讓附近駕駛趕緊停車減速 就怕發生危險 人也下來 待會要試送電 事發就在花蓮擠安江 28號晚間6點多 附近的高壓電感因為壁壘器發生故障 才會發生爆炸 不過這一爆也讓附近區域發生停電 有駕駛開車開到一半 看到路燈突然通通熄滅 瞬間一片漆黑 晚上6點半閃閃縮縮 附近三個村 整共超過3000戶民宅 通通沒電可用 台電貨包後 趕緊派出人員到現場搶修 在大約一個小時過後 陸續恢復供電 不過晚間的爆炸聲響 也讓附近民眾嚇壞了